- 历时半年我们宽大房车又出新车了 大家好我是大连宽大房车葛佳莹 好久没有给大家做房车的讲解介绍了 那么今天这款V9 Plus新车型 我一定要带大家看一下 V9 Plus就是在V9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和优化 可以说它是实用与研制并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车友想要既有固定床又有大空间 那么今天它来了 V9 Plus顾名思义 就是在V9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和优化 但是它又与V9完全不同 可以说它是实用与研制并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客户和车友说到 我既想要一张固定的大床 又想要一个侧拓展的这么一个大空间 那么如何二者兼得 历史了半年时间 这款V9 Plus终于给到大家了 车辆采用EV克欧胜自动挡地盘 3.0T柴油发动机 蓝牌Saber即可驾驶 相信这些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整个车辆的高度呢 是不到3米1 所以它是一个中额头的车型 然后我们全系的车辆呢 都是采用一个低重心的一个设计 所以行驶起来也会更加的平稳 那么我们详细看一下吧 先来到我们车身的侧边 先说一下我们这款车的一个箱体板材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 它是由多层铝板复合结构组成 具有高强度高平整度 以及保温和可热 这也是我们北方企业的一个优势吧 也算是我们产品的亮点之一 车辆采用中门的结构布局 上方配有飞亚马进口遮阳棚 这边呢是空调的一个出风口 所以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家用便品空调 这边呢是电动踏步 它具有踏步联动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关上门 它也可以随之把它不收回 现在我将它进行了一个锁定 所以它现在在外边 这边呢是一个室外折叠小餐桌 可以放置一些小物品 外置淋浴器 外接电源 都在这个区域 这样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便捷 该车标配的是柴油罩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省去来回加气 这样的一个麻烦 同时也给车内节省出更多的空间布局 同时储仓的尾侧配有我们的电路系统 方便我们的检测和维修 转过身来是一个备胎后挂 那么备胎后挂的好处呢 就是将底部的空间更加充分的利用 这边呢是一个注水口 注水口同时还配有一个自吸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水管连接不到的长处的时候 可以用桶将这个自吸泵打开 一桶一桶的吸到车内 也是一个很便捷的方式 上方配有一个费亚马的爬梯 旁边呢是摄像头 这边也有一个低路摄像头 该车有两大特点 其一是配有一个电动平衡支撑腿 在这边 两边分别的重量是各支撑1.5吨 使整个车内更加的平稳 因为拓展的车型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 拓展开来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方汇重 有一点偏重 那么我们在车内可能睡觉啊 行走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重量不平 那么由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该车配有气囊辅助系统 什么是气囊辅助系统呢 就是在现有的钢板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气囊 也就是由原来的两点支撑变成了三点支撑 功能的作用呢 就是将整个车的一个重量吸到一个支撑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车辆的一个舒适性 这边是马桶的黑水箱 下方是储物仓 旁边呢就是我们车辆的一个侧拓展区域了 侧拓展区域的尺寸是拓出去是50公分 下方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储物仓 可以放这些工具啊之类的 那么终于到车身的内部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来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整车风格了 那么我们先从布局说起 首先这边是一张固定的床 长度达约1米9这样的一个长度 这边呢是一个客厅 那么拓展出去的客厅呢 使整个车内的空间更加的宽敞 也就是大家要到的 既有固定床又有大客厅这样的布局 那么我们先细说一下这张固定床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单人床 其实它可以折叠成一张双人床 折叠开来是有一定的承重 但是还有一个加固点 平常垫子呢就是一个1米2五的一个大床 可以给大家做一下感受感受 整个车的一个承重啊 包括床的一个大小都是非常舒适的 收起来呢也非常简单 折叠支团 然后一键就可以自动滑降下去 也是非常轻松便捷的 这样呢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又会多了出来 会很舒服 这边这个小吧台当初的设计思路是 既可以挡住我们的固定隐私床 然后呢又可以当做一个白天的操作平台 同时晚上可以作为一个小吧台洗些东西 洗完东西之后可以躺下去睡觉休息 然后呢前方因为配有一个投影仪 所以在这个地方躺下 看投影仪的这个长度也是非常舒服的 吧台的侧边呢配有一个小的置物架 这个置物架呢旁边有电源 然后还有我们的暖风机控制开关 这样晚上睡前也可以通过它来操控整个车内的一个温度 这边是一个音乐播放器 可以不通过我们前车的启动 直接连接手机蓝牙 或者是插一个U盘 就可以是整个室内有它的一个音乐播放系统 然后上方呢是一个整个吊柜区域 吊柜区域内隐藏着我们的家用空调 也就是说车内配有家用变频空调 那么顶部就会留有更多的空间 作为我们的太阳能板的一个摆放区域 所以该车配备的太阳能板是900瓦 家用空调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一排吊柜了 整个里面呢是空间是都是通着的 所以它的空间是非常大 上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投影仪的一个主机 躺在这里看投影仪应该是最舒适不过的了 V9 Plus配备的是152升英德尔的冰箱 这个冰箱的特点呢就是两个冰箱可以调节温度 可以调节冷冻和冷藏 根据我们的食品处放需求使用 然后下方呢还有一个小抽屉 这边呢是我们的卫生间了 卫生间呢是一个大金柜 里面隐藏着一个折叠水盆 这边呢打开之后是一个储藏柜 旁边呢也是一个储物空间 这边是一个旋转马桶 旁边呢还有一个三公斤的卡萨地洗衣机 这边是我们的水路检修口 同时这边还具备一个卫生间暖风出风口 卫生间的上方呢具备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同时还有一个折叠挂衣杆 这边还有个毛巾杆 卫生间虽然小但是功能很齐全 侧面还有一个淋浴花洒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车内的水泵区域 打开看一下 水泵放在这个位置的好处呢 一是节省我们车内的其他位置的空间 二呢也是方便日后的检测和维修 说到水泵呢车内还有另外一个配置 就是车内配有前置过滤器 过滤器的好处呢就是将我们第一次加进来的水 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滤 这样呢我们洗澡啊洗菜啊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那么我们来到了卡座区域 坐到这里还是一样 背部呢会有一个弧度的设计 让整个背部更加的贴合 然后也比较舒适 下方呢是一个储物空间 整个两个卡座下面呢都是一个通透的储物空间 里面呢还有一个小柜门 这样呢方便我们拿取物品 里外侧都可以拿取 然后桌面下方呢有一个小抽屉 还沿用我们之前的实用的里面 侧方呢是我们一个特色小吧台 小杯架和一个纸巾台 下面呢有一个220V的电源 这边呢还有USB插座 220V电源呢可以平时在这边吃吃些火锅之类的 然后上方呢是一排吊柜储物空间 也是非常大 下面呢还有一个独立的控制开关 阅读灯 可以在这边阅读一些书物之类的 卡座的旁边呢利用剩余空间 又制作了一个小储物柜 打开之后里面有三层 可以放置很多物品 可以说我们是空间大师了 上面呢也是个小吧台 可以放置些临时使用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来到了厨房区域 厨房区域呢配备的是一个能延伸式的一个水龙头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进口套盆 盆里内侧呢会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菜板啊之类的 旁边是一个电磁炉 然后下方呢又是三个大抽屉 这储物大师应该是不足为过吧 抽屉都带有自吸功能 然后上方呢其实在设计之处这个地方 我还是比较纠结的 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微波炉 整个车微波炉已经装上去了 但后期装好微波炉之后呢 我发现一上门之后 整个右边的视觉感会解得有点堵 因为微波炉是一个直门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旁边剩一个小空间 后来我干脆就把微波炉给取消了 如果有客户想要微波炉的话 还是可以将这块变成微波炉那样的一个区间 其实现在在家里可能也很少用微波炉了 所以说在车内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 进行一下选择 这样一个大厨空间真的也是很实用的 下方呢配有一个独立的操控灯 这个灯也是可以机器按键的 旁边呢也有一个厨房区域的防水插座 然后厨房面板呢 依然用的是我们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房屋板 然后这边呢有无控插座 还有点烟器电源 可以用一些您的小电器 厨房的侧边呢还有一个大的植物台 听见声音 这个植物架呀能承重好像是50公斤吧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置很多东西 这个重量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呢可以当一个大的操作平台 连接到我们的小大台上面 是做饭呢 还是看您放置一些什么物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一进门的左手区 左手区呢这边有一个小的植物空间 这个还没安装上了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拉绳 会让您的东西防止掉落 这个车是刚刚下线的 所以还没有完全好 然后这边呢是鞋柜区域 鞋柜具备两个大鞋柜 还有一个两个小柜子 这样的 那么我们说说顶部吧 顶部这个位置车内配备了一个双向换气扇 是一个马克思范的换气扇 进口的双向换气扇 该换气扇具备的功能是它可以防水 一般小的雨水下雨的时候 依然可以使用换气扇 其实一开始设计这款车的时候 我们想是要加一个新风系统呢 还是要加一个什么换气扇之类的 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换气扇 会更为实用一些 因为它具备双向换气 可以里外进气这样的一个作用 并且它是一个专用的防车设备 具备路程的颠簸呀和这些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额头区域 额头床也是我们困大房车的一个特色区域了 首先这边有一个小的折叠开关 打开之后将床轻轻的拉开 然后它是很轻松的很顺滑 这个垫子呢可以即刻的拼上 拼成之后呢 即是一张1米9乘以1米4左右的一张双人床 满足两个人的一个睡卧需求 床上面呢还有一些控制的开关灯 然后以及无孔插错 还有手机的充电器 两边配有一个置物空间 可以放置一些物品 上方呢还有一个大的天窗 最后我选择这个位置来给大家做一个车辆的总结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位置的角度 照起来有车内的另外一种感觉 车内的配置水电都是大家常关心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宽大房车的理念呢 就是拎包入住无需二改这样的一个盛产状态 让您买回去之后呢 所见即所得 直接不用再去操心再去二改 车内的水箱呢是220升的净水 电池呢是900安时的锂电池 900的锂电池相当于多少度的电呢 经常有客户也会问我 其实是这样计算的 900乘12伏 大约等于11度的电左右 所以顶棚呢 再配有900瓦的一个太阳能板 其实电的一个转换 确实跟太阳能板的瓦数也有关系 但同时也跟太阳能板的材质 以及限速 包括太阳能板的控制器 也有很大的关系 咱们配备的呢 是60安的一个MPPD的控制器 它的转换效能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因为车内配有的是 家用空调 变频空调 它也是 你看我们车内一直是开着空调的 它也是噪音很少 然后呢也是非常节能 同时呢 它也能持续的续航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车内的电呢 其实无非就是空调会比较耗电 那么还有什么呢 车内的配置是 燃油暖风 燃油热水 这些暖风热水 都是采用的燃油的一个处理方式 暖风机呢 是228瓦的一个燃油暖风机 热水呢 是燃油式寄热热水器 是一个独立的 小的冷却液循环式的一个热水器 这样的话呢 它也是不需要消耗车内的一个电的 所以就大可不用担心车内用电 无忧这样一个问题了 然后 该车还配有四路心控 包括像行车流媒体 然后还有一些像投影啊 这些配置刚才也有说过 包括水箱的前置 过滤器 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 所以车辆的配置呢 是全部都配好的 以及我们的空间大师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这样的车 新款V9 Plus 您会喜欢吗